中国大陆6月以来连续暴雨成灾 受灾的范围遍及26省 超过了1000万人无家可归 更惨的还在后头 因为长江黄河上游许多的水坝 这两天轮流泄洪 下游的大城小镇通通都被烟惨了 像是年初才饱受疫情肆虐的湖北宜昌 整座城市已经泡在水里 而湖南知名的凤凰古城更是汪洋一片 洪水灌进城里宣泄不掉 从圆孔盖喷出来像喷泉 民众家当全泡汤 大衣柜都飘到了大街上 这就是湖南省凤凰古城 30号遭遇洪灾的真实写照 凤凰古城昔日美景不在 市区多处积水 街道变成了河流 车辆涉水而过 民众想逃没路可走 只能拿大澡盆当小船 在水深急腰的洪水中 走一步算一步 凤凰古城旁边的沱江水为暴涨 淹进城里 除了大雨下不停 也归咎上游水库泄洪 事实上六月连日暴雨 长江上游各水坝 跟三峡大坝 29号分梯进行泄洪 40公里以外的湖北宜昌 被淹得更惨 凤凰古城最招牌的吊脚楼 衣衫爆水盖起来 底下打地基的大木头泡水 又被洪水冲刷 能撑多久 没有人敢打包票 最快的消息 中国气象预报 暴雨还会下至少十天 当局呼吁凤凰古城 跟乡中乡西居民 必须做好撤离避难的准备 杨振平编译